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台湾历史与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这是一个甘蓝寺的建筑 我们上一讲 在十三行文化里面 有提到这个建筑 待会我们会详细地介绍 那今天我们这个讲师 是要告诉大家 语录共舞的原住民族群 在整个课程的重点 我们会告诉你 原住民是一个蓝岛民族 它分布的范围在哪里 然后我们在不同的 时空背景之下 对原住民有哪些不同的称呼 另外原住民 他们平铺族有哪些族群 然后高山族有哪些族群 最后我们会以希拉雅族 作为代表 来介绍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形形 然后再来跟同学谈谈 平铺族他们为什么 会在台湾的社会消失了 他们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有哪些 那我想你一定很好奇 会问我说 台湾的原住民 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实你知道台湾 是一个美丽的岛屿 那在17世纪汉人进入台湾之前 台湾事实上历史的主体 就是我们的原住民了 过去我们常常说 台湾有400年历史是错的 那是站在汉人的立场 如果站在原住民的立场 他们有6000年的历史了 那他们所留下来的文化 允许不是目前台湾 最主流的文化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它对台湾的历史文化 有着重大的贡献 那我们常常说 原住民它是属于南岛屿族 那因为他们在语言上 就是属于南岛屿系的 这个南岛屿族 是全世界分布最广的民族 他们分布在太平洋 跟印度洋上的 所有的岛屿上 那大家从图上也可以看到 它的最北端是台湾 然后东边是到了复活岛 西边是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 南边是到纽西兰 所以纽西兰的毛利人 他也可以算是 我们的新台湾人 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的南岛屿族 原住民他们 南岛屿族在整个世界的人口上 有将近三亿 那他们除了语言类似之外 他们在文化上 是属于马来 波里尼西亚的文化系统 他们比如说都喜欢在 身上刺青 纹身 然后喜欢在成年的时候 拔掉一颗或两颗的牙齿 这它的名字跟我们不一样 它是一个父子联名的 那我们等一下都会详细地 跟同学做介绍 那很多学者 他们现在人类学家 他们都认为说 南岛民族分散的起点是台湾 他们认为说在南岛民族 他们在差不多六七千年前 就从亚洲大陆的东南部 开始向外扩张 有一部分人就来到了台湾 然后他们就以台湾为起点 开始一个一个岛屿的向东 向西 向南 到了西元前800年的时候 就扩散到了纽西兰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台湾四南岛民族扩散的起点 这一点现在已经慢慢的 已经成为一个 就是全世界人类学家的主流了 因为你看台湾那么小的地方 我们的平铺族至少就有八族 我们的高山族就有九族 然后你知道说语言复杂 越复杂的地区 就应该越是它的起源地 那历史上因为原住民 他们在语言 在社会 在文化 在体质上 跟我们汉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朝代 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 对原住民它的称呼都不一样 在清朝以前 我们站在汉文化偏见的立场 我们都把原住民叫做藩 或者叫做东藩 藩就是有文化第一 然后画外之藩的意识 那清统治台湾以后 就用汉文化的程度 把它们分成生藩跟熟藩 那所谓熟藩就是说 他已经接受汉的文化 他有纳税 他有扶劳役 就叫做熟藩 那反过来呢 没有纳税 没有扶劳役 不肯接受汉化的 就是所谓的生藩了 那我们有很特别 有一种呢 他已经规划了 可是文化还在野蛮阶段的 我们把它叫做画藩 那这个画藩呢 早期我们是已住在日月坛的少族 就把它叫做画藩 那清以后呢 日本来统治台湾以后 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类学家 叫做伊能家具 伊能家具 他首先引进了人类学的观点 他仔细的研究观察中 他把我们的原住民家也分类了 然后把生藩就叫做高山族 然后把熟藩就叫做平谱族 那呢 因为生藩 他在我们亲统治的两百多年之中 我们划定界限 不准汉人跃入进去 所以他跟外界是隔绝的 所以生藩呢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高山族 仍然保有自己的文化 可是平谱族呢 自从西班牙跟荷兰人 或者汉人来了以后 他们跟外界就不断地平凡地接触 在不断地平凡接触之中呢 他们极力地受到了 强烈的汉文化的影响 所以他们的文化呢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那到了日据时代呢 事实上呢 他已经慢慢地汉化 而被认为是消失了 所以光复以后 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以后 他就把平谱族认为不见了 那剩下的高山族呢 他们就把他叫做 所谓的三地同胞 可是叫三地同胞呢 又有一点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 在东部后山地区 他们有北南或阿美 或者是雅美族 他们并不住在高山 于是呢 他就把三地同胞 又分成平地三胞 跟三地三胞 那呢 顾名思义的三胞 总有落后的味道 所以解言后 遭原住民的意识抬头了 他们不断地要求证明 不可以叫他们还啊 也不可以叫他们做三胞 他们要求证明为原住民 所以在民国83年1994的时候 我们就正式把他叫做原住民了 所以呢 我们从下面的表格 就可以看出来很清楚的早期 被叫做藩或者是东藩 后来呢 到了清统治的时候 就叫做生藩 熟藩 那呢 到了日治时代的时候 生藩被叫做高山族 熟藩被叫做平谱族 那光复以后呢 他们被叫做三胞 现在被叫做原住民 我想呢 我们称呼他原住民 毕竟是一种尊重 那呢 这一个原住民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出来 平谱族 因为他已经融入汉人的社会了 所以学界对平谱族 到底分成几族呢 很多的意见 有到十二族的 那也有到八族的 七族的 那后来我们就以大家共同 承认的八族为主 那这八族呢 我们从最北看下来 宜兰平原就有格玛兰族 然后呢 你可以知道说 台北盆地就有凯达格兰 陶竹苗就有道卡斯 台中盆地就有八折海 另外呢 还有帕普拉 茂雾树 荷安雅 还有希拉雅 我们想呢 希拉雅因为在台南 所以它是最早跟外界有接触的 像我们看有很多的河南 西班牙 或者我们汉人的一些书 所记载的大部分都是以希拉雅为主 所以我等一下介绍平谱族的时候 因为呢 他们这八族 他们语言 生活习惯各方面 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所以呢 我想呢 以外人记载最多的希拉雅 来画出它的图像 来介绍 它毕竟能够比较能够呈现 平铺族的一个社会跟文化 那我们再来看呢 高山族我们过去分为九族 这九族我想大家都去过九族文化村 大家也都认识这九族了 我们如果从北边呢 看下来 那就有泰雅啦 塞下啦 泰雅 塞下 然后再来还有布隆族 还有周族 然后排湾 卢凯 那东部呢 就有阿美 悲南 跟住在那个蓝宇的亚美族 这九族呢 在过去是只有九族 可是我们知道 随着原住民意识的抬头 他们呢 很多族群 他们认为说 过去呢 他们因为某些因素 隐藏了他们的身份 所以他们被粉摇在其他的族群中 所以他们不断地要求说 我们要独立成为一个族群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不只是九族了 我们现在有十四族 我们曾经增加过了少族 在日月团的少族 还有平铺族的格马南族 也被认为是第十一族了 另外有泰鲁阁族 还有撒切莱雅族 还有去年被认可的赛德克族 就是有这十四族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详细地介绍 谢谢 刚刚我们介绍完平铺族的八族 还有高山族的九族 直到现在的十四族 不知道同学还记得吗 我们除了九族之外 我们有增加了少族 格马南族 还有呢 撒切莱雅族 赛德克族 另外呢 还有哪一族呢 泰鲁阁族 那总共有十四族 那今天呢 我们先介绍平铺族 因为说实在的 要了解平铺族的历史 真的很困难 所以刚刚我也有谈到了 最主要第一个 它没有文字 第二个是它工作 它耕种的方式 因为它们就是一种 就是刀跟火种的耕种方式 也就是说 它们呢 刚刚我有介绍过了 就是把草啦 树木啦 整个呢 它把它整个烧了以后 然后直接就是挖个洞 就把种子撒下去了 所以它们不懂得施肥 所以通常这块地 耕种完就不要了 再换另外一块地 所以它就不断地迁徙 再加上天灾人祸 所以呢 真的我们要来了解 它的历史相当的难 那我们只能从 外国的一些书的记载 来了解它 那现在呢 我来跟同学介绍一下 我们要看外国 它们的书 或者它们所画的 我们平铺族希拉雅的图片 很好玩 它们会依照自己的形象 来画出我们的原住民 所以这些只能给同学做参考 那实际上呢 它的相貌跟现实有所差距 比如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这张图呢 因为它们对原住民不了解 所以呢 它看到原住民的皮肤是古铜色的 所以这个意大利人呢 就把它画成像 把它称作神秘的红人 把它跟北美的印第安人混淆了 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张 第二张是一个很有名的原住民 它泪杀人头的图 你知道我们的原住民除了亚美族 不会泪杀人头以外 他们呢 大部分呢 都会 然后尤其在跟敌人作战的时候 他会把敌人的头给割下来 然后带回村庄 整个怀到村庄一周 然后跟村人夸耀 然后接受整个村人 对他的喝彩 跟款待 那另外呢 我们来看第四张 第四张 他们画出来的母亲跟小孩 那你看 他让这个母亲穿的衣服 一看就蛮像那个辽国人的 那再来第四第五张 到第六张第七张 你都可以发现到 第四第五 可以看出来 他们的汉画很深 那他们外国人画出来的原住民 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他很喜欢戴头巾 他们会把头划疏成啾啾 很整齐 然后戴着头巾 看起来很干净 那接着呢 我们再看下来 有一张 在第八张这张图里面 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原住民呢 他带着泪狗 而且他们的武器已经改变了 他们是用火枪 这个火神枪呢 是汉人提供给他们的 接着呢 你看到了第九张 这第九张呢 可以看出来 原住民 他们身上有一种非常纯真的魅力 那第十张呢 是平铺族的房子 那在外国人的记载中呢 认为说他们住的房子 比汉人还要好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对他的房子 来做一个介绍了 那平铺族呢 它是八族中 人口最多的 分布也最广的 私立也是最强的一族 那他有四个社 一直很有名 在现在的台南 我们在讲河南统治台湾的时候 也会特别介绍这四个社 所以同学要先记住 比如说有一个社叫萧龙 它就是在现在的家里 然后麻豆 还有新港 新港就在台南的新市 另外还有穆加六湾 就是现在的上化 那希拉雅族他们最特别的 就是说他们每一个社的人口都很多 最多可以达到三千人 最少也有一千人 在其他的原住民的社里面 他们最多是两百人 最少是一百人 那希拉雅人呢 他们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里面 他竟然能够发挥 他的整个地理环境的卓越的智慧 建立了他非常独特的社会 跟生活面貌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 他们的社会生活面貌上 首先我们来看看 它是属于一个母系社会 母系社会顾名示意的就是 生下的女生 他们认为是值钱的是赚的 生男生他们认为是赔的 那他们传统是重女青男 那通常希拉雅的女生 只要是成年的时候 他就可以跟离开父母 另外自己盖个房子住 那任何对他有兴趣的男生 都可以去追求他 他可以每天在他的门口外面 吹口琴 那如果说这个女生 喜欢这个男生的话 他就会开门 然后这个男生 就会送上他的礼物 然后他们可以先四分 那直到说 生下了小孩 然后他们才会正式迎娶 那他们正式迎娶 就像图片的 你看图片上非常的热闹 那是女生到男生家去迎娶 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牵手 我们这个话是来自平部组的语言 可是他们那个时候的 平部组牵手 是指女生娶男生 男生入最大女生家 所以是男生牵女生的手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 他们男女分工 因为是母系的社会 所以他们的社会中 女生很辛苦 她要下田耕种 那男生呢 他们负责的工作就是打仗 跟兽类 就是去捕捉野兽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的女生呢 不只是耕种 而且饲养家畜 带小孩都是她 那他们没有时间跟文字的观念 所以他们很好玩 只要看到刺童花 就是一种红色的刺童花开了 他们就知道说 诶 该播种了 然后等到稻税啦 整个黄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该收割了 而且他们收割方式很好玩 他们是直接是连根拔起的 可能那个时候没有镰刀 又可能说 他们的品种比较高 然后呢 比较柔软 所以他们的连根拔起 然后就挂在家里门口 那每天如果需要多少 就晚上就拿多少啦 下来在火上烤 第二天把它抽一抽 把那个壳弄掉 就可以做成饭团啦 或者是煮成任何他们想吃的东西 那呢 你知道男生 他们这边有一张图很可爱 这张图在世界上很有名 就是他们男生 每天都练跑 他跑得比马还要快 然后呢 你可以知道说 他们以拿 刚刚讲过了 就是能够杀敌人的头 是他们最得意的 甚至他们会把杀掉的人头 把肉剔掉 然后挂在家门口 谁家门口人头越多 就表示他越勇敢 那他们呢 兽类最主要的是 兽类呢 他们最主要的是 他们捕鹿 早期台湾的西部平原 被叫做草地 就是它有长得跟人一样高的草地 然后呢 那里面呢 就藏着非常值钱的梅花露 那你知道我们的原住民 他非常有 节省人力资源的这种观念 所以他们的内藏 有梅花露的内藏 平常是不能随便进去补的 他们必须要在秋末冬初的时候 然后呢 由酋长率领着 所有的男生 带着所有的武器 然后首先手 只留一个洞 然后就放火烧 那火一烧呢 所有在草堆里面的这些动物 就全部跑出来了 他们就开始一个一个射 然后呢 最后就是堆积如山的 那鹿呢 最值钱的就是鹿皮了 因为日本人最喜欢的鹿皮 他会在战国时代中 鹿皮可以做他的剑狼 可以做他们的甲奏 那我们再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了 他们的衣食住行 生活上的一些 像西拉雅族 他们吃很简单 因为我们常常说 台湾的地形像寒鸡 然后外来的外産人叫做蚝蚝 其实是不对的 你知道说 番薯反而是外来的 台湾早期 最多的就是蚝蚝 所以他们会种蚝蚝 然后种小米 稻米之类的 那他们的主食方式很简单 跟我们现在偶尔玩的游戏蛮像的 就是会把他们埋在地底下 然后把那个土烧得很热很热以后 把他们掩埋下去 然后等熟了 然后他们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共产的社会 他们会大家一起分食所有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知道说他们很好玩 他们吃多少种多少 他们绝不多种 那剩余的他们就拿来酿酒 他们会用竹子做成酒气 然后一起 就说大家会一起共享这些酒 然后你可以知道说 他们也会养狗啦 鸡啦 猪啦 之类的 那平补组最喜欢的三个动物里面 最主要是狗 因为狗能够帮助它受累 而且狗的毛它们可以做成衣服 那它们很特别的是 它们绝不吃鸡肉 它们会让鸡自己长大 然后自己死 那它养鸡做什么呢 它绝对不是等鸡叫你起床 它养鸡是用它的鸡毛做装饰 然后它们最爱吃的还是猪肉 它们会养很多的猪 那这些猪有时候是它们交换的媒介 比如说它们没有金钱 就用猪来作为交换 所以养猪最多的人 它就是最有钱的人 这是它们财富的标准 刚刚我们介绍完 希拉雅传统社会与生活中的 物质生活中的吃 那现在我们来介绍猪 希拉雅人 它的住宅非常的高大美丽 而且希拉雅 我们都知道 猪子在他们的生活中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河南人第一次看到 希拉雅的住宅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压抑说 那么的高大 那么的美丽 因为希拉雅人 他会用比较粗的 然后坚固的竹子 它来作为 他们屋子的架构 然后上面铺上了茅草 然后它有四个出口 那它的地板是高出于地面 那这种建筑就是所谓的 甘南式的建筑 它的下面 你看它下面是空的 那它下面这个空的地方 可以作为劳动休闲 也可以做储藏室 可是最主要的是来 来养它一些牲畜 可以在这儿跑来跑去的 那它屋子里面 它楼上的屋子里面 它完全不隔间 然后父母小孩就共同住在 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它没有床 没有桌椅 然后大家都洗地而坐 那他们屋子很漂亮 在门的上面 他们都会画一些彩色 然后河南人进入 他们的屋子里面 就说它非常的干净 比汉人住的地方还要干净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 他们的穿 他们穿着的衣服非常的简单 然后男生女生 他们大部分都是上半部分楼体 然后不穿裤子的 那女生只用草裙 稍微把下体遮一遮 那男生是围着树皮布 那所以我们中国人 在记载他们的 史书上记载他们的时候 都把他们叫做搂人 就是不穿衣服的人 那他们没有穿鞋子的习惯 可是他很喜欢 在自己的小腿上 他用黑布或修化布刮腿 就像老师这样子 他会把腿刮起来 那他们男生都是剪短头发 然后会留几寸头发 然后在前面披着 那他们男生 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 就是会穿耳洞 他们从小就会穿耳洞 先是用细细的草 然后慢慢地让它变大以后 就最大最大的时候 还可以用那么大的竹节 把它穿过去 然后他们认为说 耳垂越大越长 就是越帅 那女生会喜欢 所以他们如果说 大家看我们这个图片 然后把它距离拉近来看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到说 哇塞 你看他们耳朵 真的有人垂到肩膀上面 所以外国人 他们有时候称我们的贫富族 叫做大耳环的人 就这样子称呼他 那他们很爱漂亮 他们喜欢在头上 弄一些花花草草的 那不管是在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喜宴 他们有喜庆的时候 他们男生女生 都会戴很多的首饰 比如说他们会在手 弄一些碗饰 然后他们会在脖子 带一些项链 那这个常常是被用作来区分 平铺族跟汉人的不一样 因为汉人很少会这么的打扮的 那另外呢 我们再谈谈他的宗教生活 那个我们汉人到现在 都不知道说 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的存在 可是原住民呢 他们相信人死后 一定有灵魂的存在 而且他们死掉的人呢 一定会跟祖先的灵魂会合在一起 所以你知道 他们非常流行室内障 比如说希腊亚族的人 家里有人死 他们会把那个木头 中间挖空做成木骨 然后蹦蹦蹦就敲骨了 那整个村子里头的人就知道 有人死了 然后你知道大家会来 然后他们把尸体就放在地上 然后用火把尸体熏干 然后再放到自己的屋子里面 因为他们相信祖先死了以后 还是可以跟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 那他们呢 没有用棺材来装 然后呢 等到整个屋子都已经破旧了 他们才会把这个尸体 埋在地基底下 然后呢 重新再把屋子再盖起来 所以你知道所谓室内障就是 在他们住的屋子底下 事实上住的就是他们的祖先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那呢 我们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们非常崇拜他们的祖灵 他们的祖灵呢 又被叫做阿力祖 那所以他们就有拜祖灵的习惯 我想同学从图片中就可以看到了 你知道希莱雅族被叫做拜虎的民族 他们习惯就是在水湖 或者是那个翁里面装水 然后上面插上了一些万年青一些绿色的植物 然后放在他们的贡献里 那你可以知道说 他们就用这个来拜他们的祖先的 那有关希莱雅族 他们在崇拜祖灵中最有名的就是业绩 现在呢业绩最有名的是在台南县 大内乡投射 他们呢 在农历的10月14号 就会举行的业绩 那我想你看图片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穿着黑白的衣服 那这个大内乡投射 现在可以说是保留希莱雅族 最传统祭典的春庙了 那谈到了希莱雅的宗教信仰 我们一定要知道说 有一个角色叫做昂仪 这个昂仪呢 后来汉人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很深 事实上就是巫师 然后一定是由女神来当 他们从小就要受训练 然后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媒介 家里如果有任何任何事情 他们都会请昂仪来帮他们解决 那我们看完了这一些以后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了 你可以知道说希莱雅族 他们事实上呢 虽然说他被认为消失了 我想应该是指他们的语言跟他们的血统 可是他的文化呢 其实已经多多少少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了 比如说你看吃槟榔的习惯 我们台湾到现在还有人喜欢吃槟榔 称太太叫牵手 甚至我们有很多的地名都叫做色 比如色紫啦 新色啦 或者是翻色啦 那我们刚刚有谈到了 希莱雅其实对我们最大贡献就是竹子 因为呢你知道 他们用竹子做了很多很多的手工艺品 比如说有竹篮啊 所有的一切 包括说酒 他们喝酒的酒杯 也是用竹子来做的 那他这个使用竹子的这种生活方式 对我们汉人影响很深 那另外呢 你知道我们闽南人都会拜地基族啦 地基祖 那客家人会拜所谓的土地龙神 事实上是受到了希莱雅 他们拜他们的祖灵阿利祖的影响了 所以呢你知道 我们现在很难从血统上去看 谁到底是希莱雅族的 不过呢 你可以知道说 他们的拜扶啦 他们的阿利祖啦 他们的业绩啦 这些呢 已经成为现在 我们在提倡原住民文化之中 希莱雅族最具有特色的了 谢谢大家 再见 deviation Kndo